五月份火到爆炸的剧就是庆余年二了 过了整整五年张若云可真是越来越有形了 以前可能光凭演技就让我们刮目相看 现在可不得了颜值和演技双在线 绝对是难凭剧里的头牌男主 肖战身为流量小生 资源确实不少 但总却一部能真正展示他演技实力的代表作 庆余年这个项目本来挺好的 可惜他火得太突然注定跟这戏没缘分了 有人觉得挺遗憾 有人又觉得还好 不过说实话 肖战手里可不缺好资源呢 比如说这部快要播出的《藏海传》 简直比庆余年系列还要让人期待 真心不能错过 金牌制作王牌班地 《藏海传》稳了 看一个演员红文以后接啥戏 就知道他是想拼流量还是饮口碑了 其实挺明显的 项目选得怎么样 就是他们心里那感称的倾向嘛 白宇和朱一龙这样的演员真是挺特别的 他们火了之后 飘的戏啊 都是悬疑剧年代剧这些考验演技的 可见他们是真的想磨练自己的演技 不是随便拍拍戏就完事儿了 肖战在流量掐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他转型的苗头可是越来越明显啦 你看他接的戏从王牌部队这种硬汉风 再到南平大南主的《藏海传》 明显是想摆脱流量的束缚走实力派路线嘛 这部《藏海传》对肖战来说可是个考验演技的大好机会 也是他证明自己实力的关键作品呢 导演郑小龙可是演艺圈的品质担当啊 他拍的剧那质量都是杠杠的 特别是那部《甄嬛传》火了多少年啊 每年都能让《甄嬛文学》火上一把 真是太牛了 郑小龙出手 《藏海传》的质量绝对靠谱 稳了稳了 《藏海传》的剧情简直引人入胜 爆出的各种花絮也超有看点 一看就有成为爆款剧的前置啊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影视剧都是根据漫画或者小说改编的 但《藏海传》可不一样 它完全是原创的剧本 没有参考任何原作哦 这部剧说的是大用国青天间的 宽夺的儿子制奴 他经历了深仇大恨后 选择了隐姓埋名 耐心等待机会 后来他改名叫《藏海》回到了京城 在京城那勾心斗角杀鸡四伏的朝堂上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一路攀升 最终洗清了冤军 说起来《藏海传》的剧情可真有当年狼牙榜纳威尔了 真是让人看得停不下来 有了金牌导演的助阵 《藏海传》就算不能和狼牙榜一较高下 那也绝对有实力和庆余年一拼高下 肖战古装 惊艳众人 仙衣怒马 极致吸睛 肖战确实是流量和偶像的代表 但他在众多流量演员中演技可算是很稳定了 之前他在《闷中的那片海》和《王牌部队》里的表演都很出色 说实话 肖战要想成为爆款演员 现在就差一个能让他大放一彩的好机会了 他气质温柔又书卷气十足 五官分明还带着一股子清真气息 这样的他最适合演那种深振稳重 不轻易显露真面目的角色了 而《藏海传》这种充满全谋斗争的剧 简直就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跟他的个人气质太搭了 藏海这个人吧 他看起来特别沉稳 一点也不慌不忙 他懂得很多纵横之术 就是那种处理各种复杂情况的高招 虽然表面上他挺低调的 但心里其实特别火热 对正义和真相特别执着 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才行 花絮里 肖战身穿简约古装 头戴官帽 真是有文人的那种绅士范和清雅气质 一举一动都显得好有涵养 换了一套古装 肖战这回穿了个灰掉长袍 头上还戴了个发光和飘带 看到侧脸线条那么硬朗 真是气质超情啊 风一吹 飘带就跟着飘起来 简直帅呆了 现在的肖战既像个青色少年 又像个运筹帷幄的智者 那种少年兴起儿真是太棒了 看了肖战的古装造型 我瞬间懂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风流倜傥 意气奋发的少年狼啊 这仙衣怒马的样子 简直让人眼前一亮 看花絮就能感受到肖战那颜值的魅力 也就能明白 为啥他能一直稳坐顶流宝座 长久不摔了 看肖战的海报 真是能感受到他超棒的眼级塑造力 那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故事感 上人一看就被吸引住了 海报上 肖战一身暗红光服 头戴雾纱帽 发型整洁竖气 凸显出他坚毅的侧脸 真是帅呆了 这海报里 肖战的双眼真是有戏啊 右眼星红 像藏着满满的忍耐和坚韧 左眼又特别犀利 一看就能决定大局 这简简单单一张图就已经让好多观众迫不及待想入坑了 藏海这个角色也太有魅力了吧 CP感拉满 男评剧也有吸金女主 男评剧里 感情线大多奋行命烂物缺的原则 就拿庆余年系列来说吧 除了主角那甜蜜蜜的CP线 其实还能脏摸出不少别的感情滋味 就拿范贤和斯里里来说 两人之间那种微妙的情愫 就像是点到为止的清风拂面特别有感觉 男评剧的感情线总让人感觉有点不靠谱 女生角色呢 多半都像是给男主搭戏的配角 没啥存在感 不过啊 藏海专这部剧的女主角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她不仅贯穿了整个剧情 还自带一套完整的故事线 人格魅力爆表 张静怡演的这个相案图啊 真是聪明绝顶 机灵活泼 她身上藏着的秘密可不比男主少 那种超出同龄人的陈述感 还有她那神秘的绅士背景 简直让人看了就停不下来 在藏海传里 女主和藏海从相识到相知 再到相遇 相爱 每一部都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简直是这部作品的一大亮点 肖战这种高兽型男演员真是绝了 站在那儿就能看出体型差 跟其他演员一起演对手戏 CP感简直爆盘 真是身高压制下的优势啊 看着画面 肖战和张静怡站一起真是养眼 俩人都仰着头 侧脸轮廓立体 拍出来的照片简直美呆了 换个角度看 肖战眼神微眯 笑得嘴角上扬 一眼就描向张静怡那边 这一下 那满满的小甜蜜感 直接就让观众们感受到了 藏海传里这对CP的甜蜜碰撞了 简单来说 就男女主角的状态而言 藏海传已经吻赢不输了 你再瞅瞅这部剧的配角阵容 简直就是男平剧里的高配版啊 配角里的黄将 田小杰 于南和杨宇童可都是演技大咖 代表作一堆 黄爵和田小杰这两年 在嫌疑剧里可是大显身手 火得不行 再说说新生代演员杨宇童 他养了扫黑风暴 平凡之路 黑土无言这些热剧 99年的他 前途无量 绝对是新一代小花中的黑马 按照这配置 藏海传枯间可太说不过去了 没理由不活啊